耶利米书 第四十五章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晋第四年 尼利亚的儿子巴鲁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 耶利米说 巴鲁啊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巴鲁诚说 爱在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 我因哀恨而困乏 不得安歇 你要这样告诉他 耶和华如此说 我所建立的 我必拆毁 我所栽职的 我必拔除 在全地我都如此行 你为自己涂抹大事吗 不要涂抹 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邪气的 但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略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你以为自己的命为略物 我必使你以为自己的命为略物